混沌柏是什么? 看过钢铁侠二的人,一定对这个柏剑留有印象。 它由一个普通的支架和两根长短不同的铁杆构成。 铁杆之间相互连接,却又各自摆动着,显得自由随意。 那么,这个一度让钢铁侠有点烦躁的神奇柏剑究竟是什么呢? 它的名字叫做Swing Stick,是混沌柏的一种。 在我国古代,常用混沌来形容开天辟地之前宇宙模糊一团的状态。 而在科学领域中,它也特指一种独特的运动状态, 即确定性动力学系统因为出之敏感而表现出的不可预测的类似随机的运动。 这个定义听起来有些复杂,于是乎混沌柏应用而生, 以帮助人类更好地研究混沌系统的运动规律。 其中,最为简单的混沌柏模型是双柏动力系统。 双柏,顾名思义,就是把两个柏极连接在一起的柏动装置。 国外曾有人做过一个夜光双柏实验, 可以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到双柏的运动过程。 首先,将背景板涂满感光颜料, 然后在柏杆末端安装一个小灯泡。 如此一来,只需要在黑暗环境中触发双柏系统, 便可以观察到柏杆的运动轨迹了。 随着金属杆的来回摇摆, 绿色横迹逐渐遍布整个背景板, 仿佛一位潇洒的画家在肆意挥墨。 只是,这位画家的画笔不过是从一节变成两节而已。 为什么会和其他的摆动系统差距如此之大呢? 单摆是最为常见的摆动系统, 不论是钟表垫里一直晃动的大摆钟, 还是小铁球来回碰撞的牛顿板, 又或者高低不同曲线优美的舌摆, 归根结底都是由一个个小的单摆组合而成。 但是你旦加入了其他摆集, 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 因为每一个摆在自身运动的同时也影响着其他摆的运动。 综合起来, 整个系统就会变得混沌无序, 变幻莫测。 而除了运动起来毫无规律之外, 混沌摆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特点, 它对出职异常的敏感, 甚至人手操作的误差也会导致无法实现两次完全相同的摆动。 也就是说, 输入端微小的差别能够迅速放大到输出端, 变成压倒一切的差别。 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 大家熟知的蝴蝶效应便是如此, 小小的风吹草动就可能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 最后回到混沌摆装置本身, 人类当然按耐独处各种奇思妙想, 不仅制作了三百系统、四百系统, 更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有趣的改进, 比如用金属圆盘代替金属杆, 将固定点移至摆杆的中间位置, 两端再分别连接一个摆杆, 利用随机无序的运动轨迹制作艺术作品等等。 而除了这些真实的挑战和尝试, 还有人提出了一些疯狂的想法, 游乐园的海盗船似乎还不够刺激, 可不可以研发出类似于混沌摆的娱乐设施呢? 楼下门店开业的敲锣打鼓声, 隔壁邻居装修的电钻嗡鸣声, 深夜传来的阵阵酣睡声, 这些噪音的出现总会干扰大家的正常生活, 使人心烦意乱,难以入眠。 但是有一种噪音却恰恰可以起到反作用, 不仅能够稳定情绪, 还能让人们的睡梦变得更加的香甜。 这种温和的噪音就是白噪音。 从物理学角度解释, 白噪音指的是一段声音的功率频谱密度, 在人而可听的范围内是均匀的。 通过声谱图的对比就可以发现, 相较于小提琴演奏声的较多尖锋, 打鼎声的缓缓下降, 以及噪声的杂乱无章, 白噪音的频谱图看起来更接近于一条直线。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绝对理想的白噪音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们能够听到的和白噪音最为接近的, 其实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比如下雨天雨滴滴落的声音, 山间清泉潺潺流动的声音, 还有树林中传来的震震鸟鸣声。 静静地聆听这些声音, 就会发现心情好像真的平和下来了。 这便是白噪音的一个重要作用——安抚。 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缓解失眠症状。 在快节奏的高压环境下, 聆听白噪音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缓解情绪, 睡上一个好觉。 第二,集中注意力。 在学习和工作的时候, 如果受到环境干扰, 容易分心, 可以尝试利用白噪音恢复学习或者工作效率。 第三,可以让婴儿停止哭泣。 出生不久的婴儿对于新的世界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而白噪音与子宫中的嘈杂声有类似之处。 所以说,婴儿在哭泣时, 一旦听到了白噪音就会慢慢地安静下来。 而除了安抚作用之外, 白噪音还有另外一种神奇的能力。 它可以将一些噪音弱化, 就好像安静的课堂, 地上掉一个针都能听见, 而在敌厅里掉一百根也听不见。 这是一种声音可以将另外一种声音遮盖掉的现象, 也就是声音中的遮蔽效应。 也就是说, 播放白噪音并不是隔绝噪音, 而是中和噪音, 营造一种虚假的宁静。 综合上面两个原因, 也就不难解释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现象, 下雨天睡觉特别舒服。 首先, 雨声本来就类似于白噪音, 可以让人心神宁静。 其次, 雨水滴落的声音遮盖了许多噪音, 为人们营造了良好的睡眠环境。 想象一下, 窗外正下着瓢泼大雨, 路面泥泞拥堵, 而自己却可以躺在房间里呼呼大睡, 这感觉能不舒服吗? 最后, 还必须要提到一点, 白噪音虽好, 但也要适度聆听, 一旦对其产生了依赖性, 那可就适得其反了。 水转印技术是什么? 如果说3D打印技术 可以精确地还原建模造型, 那么水转印技术 就是一种可以为3D物体 一次性完整上色的神奇技术。 水转印技术 也叫曲面水批复技术, 它的操作过程非常简单, 将一有图案的水龙性薄膜 平整地贴于水面, 在上面均匀地喷洒活化剂, 使薄膜上的图案 转化为油墨状态, 把需要印刷的物品 慢慢地放在其中。 在水压的作用下, 张力极强的水溶性薄膜 可以轻易地包裹在物体表面, 在经过干燥、喷油、 烘干等一系列的处理后, 就可以得到一个 遇水重生的精美物品了。 与传统的印刷方法相比, 水转印技术 不需要特别专业的设备, 简单且高效, 因此也掀起了 水转印技术的DIY热潮, 人们不仅把车骨、 头盔、吉他等一些 坚硬的物品扔入水里, 还把自己的手套、 鞋子等布置品 染上了好看的颜色。 更有甚者直接尝试 用水转印技术来纹身, 不仅不会疼痛, 还可以随心所欲地 创造图案。 但是, 这种没有高温处理过的薄膜 和我们小时候玩的纹身贴 好像并没有什么差别, 轻轻一搓就掉了。 观察水转印之后的物品 不难发现一个问题, 它们表面的图案很容易变形, 因此, 这项技术多应用于 清确度较低的上色任务, 比如木纹、 迷彩、 大理石等纹理。 为了克服这一局限, 2015年浙江大学 周坤教授带领了团队, 成功利用计算机图形学 和计算机视觉技术, 精准模拟了 水转印薄膜的形成过程, 将三维设计稿降维成 二维层面的展开图, 一将其制成了水转印薄膜, 从而实现三维物体的完美贴膜。 微波炉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把金属放进去? 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购买半成品食物回家, 用微波炉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微波炉可以在短时间里加热食物呢? 微波炉的频率一般在2.45级赫左右, 也就是说, 它产生的电磁波一秒钟就会转上二十几一圈, 而食物中的水是急性分子, 它的正负电荷中心并不重合, 因此在微波厂的不断变化中, 水和其他急性分子就会随之不断地转动和碰撞, 发生相互的作用, 从而产生热量。 因此,可以把微波炉的工作原理简单理解为分子间的摩擦生热。 但是,如果不小心把金属碗放进了微波炉里, 就会发现一个尴尬的现象, 加热后的饭竟然是冷的, 这是为什么呢? 观察微波炉的内部结构就会发现, 风条腔的四臂以及进口处的小风扇都是由金属制成的, 这是因为金属可以反射电磁波, 随着小风扇的转动, 电磁波就可以均匀地辐射在整个烹调枪内, 但是一旦将金属碗放入微波炉中, 就会导致电磁波在枪体和碗之间不断地反射, 根本无法进入到食物的内部。 这就是物理学中的电磁屏蔽现象, 除此之外, 受胶变电磁场的影响, 金属还会产生电流, 发生危险的现象, 比如把曲面的勺子放进微波炉里加热, 就会看到火花, 而把一个乌丝灯泡放进去, 还能看见它发光, 严重情况下, 电流还会将微波炉的内壁积坏, 因此一定不能把金属放进微波炉里, 其实不仅仅是金属, 把一个切开的葡萄放进微波炉里, 或者把两个葡萄紧挨着放进去, 也会在相连处出现火花现象。 这是因为葡萄的直径接近微波的波长, 二者会发生相互作用, 在两个葡萄的交界处产生电磁场的最强点, 同时产生极高的温度, 引导葡萄内部的电解质迁移, 当能量足够强时, 便会引发电离, 产生等离子体。 看到了微波炉中金属和葡萄的悲惨下场, 一定会有人担心, 微波炉对人体有危害吗? 它真的会致癌吗? 其实, 微波和电台广播、 WiFi、 手机信号都属于电磁波, 只不过频率不同罢了, 它的频率介于可见光和电波之间, 既然可见光和电波都不会致癌, 那么微波当然也不会。 而且, 微波炉4B的金属, 把绝大多数的电磁波都屏蔽在了枪体内部, 国际电工委员会更是规定, 在离炉门5厘米处, 微波的泄露量不得大于1毫瓦每厘米, 因此, 微波炉还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破冰传案的卫星吗? 与传统大炮燃烧火药产生气体压力不同, 电磁炮利用的并不是化学能, 而是电流和磁场在相互作用后产生的安培力。 当电流通过导轨时, 就会产生一圈圈的磁场, 利用右手定则握住导轨, 大拇指指向电流方向, 那么刺指弯曲的方向就是磁场方向。 如此一来, 这个由电源、导轨、弹体组成的方形线圈中就有了磁场。 这时, 再利用左手定则就可以判断弹体的受力情况了。 伸出左手让磁场穿过手心, 刺指指向电流方向, 那么大拇指的方向也就是力的方向。 在安培力的作用下, 弹体就会不断地加速。 根据公示可得, 在理想情况下, 控制好导轨的长度以及电流的强度, 就可以得到出速度极快的弹丸。 2010年12月12号, 美国研发的电磁轨道炮的炮口动能达到了33兆焦, 以5倍音速的急速积向200公里外的目标, 速度接近2000米每秒, 射程为海军常规武器的10倍。 穿透8块钢板不费吹灰之力。 因其受到的电磁力非常均匀, 所以弹丸的稳定性也很好, 击中目标的精准度更高。 再加上弹头小且不会产生火焰, 在作战过程中也比较隐蔽。 操控人员还可以通过调节电流强度来控制弹丸发射的能量, 以应对不同的作战目标。 因此综合以上几大优势, 电磁炮成为了多个国家研究的热点, 我国当然也不甘落后。 2018年1月31号, 有网友拍摄到长江上出现了一艘实验军舰, 疑似在进行电磁炮实验。 如果我国真的能够率先在军舰上装备电磁炮, 那将是国防技术的一大跃进。 当然, 人们对于电磁炮的期望并不局限于军事领域, 能不能把这项高能远程的技术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呢? 比如用电磁炮来发射卫星。 这个想法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是在现实情况中就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1. 过载问题 电磁炮的加速过程非常可怕, 这就对卫星设备的抗过载能力要求极高。 如果是载人卫星, 考虑到人体最多能承受15倍的重力加速度, 就需要建造接近200千米的电磁炮轨道来延长加速时间。 2. 热防护问题 将电磁炮安装在地面, 发射的卫星必然会在大气阻力的影响下很快减速, 难以达到第一宇宙速度。 并且空气摩擦产生的巨大热量会将卫星直接损毁, 因此热防护材料的制造又成为了一个难题。 除了这些, 还有电磁炮储能问题, 卫星的动力装置问题等等。 所以就目前来看, 电磁炮技术不论是应用在军舰上还是航天装置上都为时过早, 仍需要更多的实践与研究。 但是它绝不是一些人口中的大忽悠。 毕竟世界上第一台汽车制造出来的时候还没有马车跑得快,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的时候还是一个巨无霸。 所以说与其选择被现实打倒, 还不如寄期望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二条纹是一种光学现象。 当频率相近的两组图案相互干扰时, 就会有更低频率, 也就是更宽间距的图案显示出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两张透明卡纸上分别画一排竖线。 第一张竖线间隔一毫米, 第二张竖线间隔1.1毫米。 将两张卡纸重叠在一起, 会发现, 竖线每隔11毫米重叠一次。 重叠区域附近间细大, 较为明亮。 反之, 不重叠区域就显得灰暗, 因此就形成了周期为11毫米的明暗分布。 当我们用手机拍摄电视或者电脑画面时, 总会出现一些间隔较大的黑色条纹。 这些条纹其实就是墨尔条纹。 还记得童年畅销书《冒险小普队》里的解密卡吗? 小小一张透明卡片在灰色区域来回摆弄几下, 就可以看到藏在里面的答案。 利用的就是墨尔条纹的原理。 同理, 把特制的条纹从插画上方划过, 使原本静止的画面动起来, 也是墨尔条纹动画的基本制作方法。 现在的后期特效越来越发达, 动画制作愈发精美流畅。 2019年哪吒的出现更是让我们感叹国漫的崛起, 但当亲手感受图像与运动的密切关系时, 还是会感叹这种古老动画的神奇。 人死后会去哪里? 你体内的原子又该何去何从? 许多世俗观念认为, 人在死亡的那一刻就是灵魂脱离肉体的过程。 2007年Softpedia网站上的一篇科普文章, 将这一说法进行了有趣的反击。 即使你死后成为鬼魂, 它也和你想象的不同。 首先, 你的脚是非物质的, 它们不会与地面产生摩擦, 也就不能行走。 其次, 你缺少可以反射光线的原子, 不能被任何人看见。 再者, 你的魂魄并不是由原子物质构成, 失去了密度和惯性等物理特性。 你不仅不能操控物体, 甚至连哭声都发不出来。 所以说, 这种没有科学证据支持的观念, 只能存在于恐怖电影和神学宗教中。 那么, 抛开这些, 以现有的科学事实为基础, 我们能否从原子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人死后, 到底会去哪里? 当死亡降临时, 你的细胞会因为缺氧开始窒息, 紧接着, 线粒体停止制造ATP, 肌肉纤维难以收缩, 神经系统也失去了能量的供给。 尽管用纤维镜观察你刚刚死去的细胞, 它们还因为水质内粒子的布朗运动而持续翻腾。 但是, 在原子层面, 运动本身并不代表生命的存在。 下一步, 你被推进了火化炉里, 在接近1000度的高温环境中, 一切都变得更为迅速。 水分子以蒸汽的形式溢散到了空气中, 蛋白质等有机物会分解成碳黑, 并与氧气结合形成二氧化碳。 据统计, 一名成年人在火化时平均可以产生45千克的二氧化碳。 同理, 氢、氮、硫等原子也会以水蒸汽或者气态氧化物的形式, 从你的体脂和蛋白质中逃离。 而胃酸中氯原子形成的腐蚀性烟物, 以及牙齿填充物产生的拱针器等有害气体, 并不会随着烟囱排出, 而是被炉子中的过滤器捕获收集。 几个小时后, 你的大多数原子早已飘散在空中, 留下的是骨骼中所剩无几的矿物质晶体碎屑, 以及少量钠与钾的盐分。 这就是唯一能留给亲人的纪念——骨灰。 以上便是你生命的全部, 但其实,原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火化时产生的水和二氧化碳等气体分子, 会随着风飘向远方, 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火凝结成雨水, 或被植物吸收, 或转化为氮气。 在接下来的几百万年里, 它们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地循环生长。 骨灰也同样如此。 不论是埋在地下, 还是洒向大海, 它们中的矿物元素终将会被动植物吸收, 扮演着生命体中的不同角色。 由此可见, 以科学的角度原子的层面来理解生死, 看似不尽人情, 却也给了人们最真实的安慰。 因为任何物质都不会永恒, 但你却一直都在。